师父说的那些佛学故事 怀恭敬虔诚之心求法 必有所获 从前有个聪明善良的妇人 神信佛法 经常在家中做好斋饭 款待僧人 以便学习佛法 有一天 她又在家中做好斋饭 招待云游的行脚僧 和附近寺庙中的僧侣来用斋 僧人们用完斋饭 对妇人说些祝福的话后 便告辞而去 此时 妇人见其中二位师父 尚未用完斋饭 就热情地为他们添饭 夹菜 并对其中一个老和尚说 长老 您用过这斋饭之后 能不能为我讲解佛教的教义呢 老和尚抬眼看看她 问说 女施主 请问你是出于好奇 还是真心想学习佛法 妇人 妇人双手合十说 长老 我是真心想请教 所以设此斋饭 供养僧众 只派有位大师 前来为我宣讲佛法 指引迷经 老和尚点点头说 既是如此 我用过斋饭 便讲与你听 妇人心细异常 更加殷勤地招待 等最后一位僧人 吃完斋饭 他才收拾好碗筷 请老和尚坐在上座 自己恭恭敬敬地 坐在一旁聆听 妇人闭目静默 听着听着 渐渐入了神 一动也不动 看来仿佛熟睡一般 老和尚见了 以为他根本没听进去 只是在那里扬听 实则是打瞌睡 心中不觉 气愤起来 想 原以为 他是个一心向佛的信女 谁知 却是个顽鱼之父 我还给他费什么口舌 于是站起身 拂袖而去 那妇人正听得入迷 却没有了下吻 睁开双目 却不见了老和尚 不知是怎么回事 等他追出门外 却连老和尚的踪影 也不见了 不免深感遗憾 以门感叹 哎 长老怎么走了呢 他讲得多好啊 可惜 只讲了这么一点 第二天 老和尚又来了 妇人非常高兴 热情地款待他 并说 长老 您昨天怎么没有讲完 就走了呢 老和尚看都不看他 道 女施主自然明白 何必问我 妇人不解地问 我自然明白 老和尚不再答话 低头吃着斋饭 妇人不便再问 只好去招待别的僧人 这时 有个行脚僧走进门来 坐在老和尚身边 边吃斋饭 边与老和尚谈论佛法 那妇人听了 便留意于他们的对话 一边招待其他僧人 一边认真听着 顿觉收获不少 从此 妇人在招待僧人时 就留意听他们的谈话 自己慢慢领会 也是他天性聪颖 悟性极高 日子一久 倒也学会了不少东西 后来 过了一些时日 老和尚又来吃斋饭时 妇人便将自己 对佛教的理解 说给老和尚听 请他加一指点 老和尚听了妇人的见解 大吃一惊 心想 原以为 他不过是说说而已 不像是真正有心学佛 没想到 他居然有如此精辟的见解 倒是我误解了他 老和尚道 女施主 是从何人学习 有如此精深的学识 妇人笑道 全是听您 与其他长老的谈论 慢慢领悟而来的 我还没有礼谢过恩师呢 说吧 就要叩头跪拜 老和尚连连挥手说 使不得 使不得 女施主 老那 愧疚得很 倒是女施主的好学精神 令人敬佩 妇人谦虚地笑着说 还恳请长老 多多指教 让我早日 修成佛道 从此 老和尚每日都来与妇人 讲演教法 使妇人在修行上 进步神速 老和尚 深感敬佩 每每向弟子们 教授佛法时 都以此妇人为例 说 心成则经学 灵智则彻悟 似此妇人 这般学习 必有所获 我佛门弟子 当更胜于他 才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